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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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er 16萬名公務員最終加薪幅度 大致拍左板 各個公務員團體都說自己很失望 不過一些激烈的公約行動 應該就不會發生了 即使是當日不肯確認 辛酬趨勢調查結果的警隊工會 都說作為警員最緊要都是緊守崗位 而這個紀律部隊評議會還跟我們說 之前坊間也有傳過他們不滿的加薪幅度 會發起工業行動 但這些都是傳言 其他的公務員團體 就說自己會跟回政府的機制 向局方提回他們的反建議 目標當然是希望政府可以再加多一點工資 不過他們的努力似乎都是徒入無工居多 因為公務員事務局方面都說得很明白 就說無論這些公務員團體 對著鏡頭說也好 或者跟局方直接表態也好 他們提出的理據都已經是被公務員事務局 和政府行政會議他們考慮得清清楚楚 公務員事務局還說如果這些團體 真的想推翻政府的決定 都要想一些新的理由 而且行政會議從來未試過最後拍板的加薪幅度 和政府當初所提出的建議不同 換句話說 其實都是叫這班公務員團體死了條心 每一年都要搞一次的薪酬調整 現在大致上已經做好了 不過公務員事務局今年都是比較忙碌一些 因為每六年一次要做的薪酬水平調查 亦都要開始跟公務員團體那邊去談 往年的經驗就是一搞就要搞兩三年 不過政府內部就有人擔心 今次的加薪幅度達不到公務員團體的要求 會令到一些比較激進的公務員團體可以抬頭 亦都會趁機要求政府盡快展開架構檢討 如果真的兩個調查一起做的話 恐怕公務員事務局未必應付得到